今年的大年初是傳統的開工日 而新北市泰山區的中港西路一家鐵皮工廠 疑似因為燒精止引發大火 還延續到了其他四間工廠 燃燒面積高達了1500多坪 經過兩個小時的灌救 索性最後呢順利控制住火勢 沒有人員傷亡 凶猛的火蛇不斷從鐵皮屋裡竄出 在幾公里外就能看見濃煙避空 4號上午新北市泰山區中港西路發生大火 占地1500坪的五間相連鐵皮廠房 熊熊煙燒 第一道達分隊泰山分隊 道達時候已經有兩三間 已經燃燒起來了 因為燃燒的面積大 而且加上這也是農地 所以水源不足 所以總共燃燒的面積高達1000多坪 不只新北市消防局出動 4050輛消防車 超過百名消防人員灌救 民眾跟業者也急忙把輪胎吊車移走 以免受到大火波及 花了將近兩個小時 火勢才得到控制 所幸並無人員傷亡 只是現場大火猛烈 讓人觸目驚心 雖然起火原因還在調查 但適逢開工在即 提醒民眾鞭炮燭燭火 還是得小心 聯合爆裏迪兵新北市報導 我 remember to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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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he next video